嗨,欢迎收看《惨迷未知世界》,我是羊羊 人类想要改变火星作为第二个地球的想法 在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 这个想法现在已经不仅停留在火星上了 今年就有荷兰科学家在近乎火星的气候环境下 成功培育出作物并获得收成 这样的结果对于改造火星来说算是前进了一大步 那么如果想要在火星上达到口粮自给自足的状态 到底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来自荷兰的科学家认为 最理想的状态下也还得30年 为什么不是模拟火星的环境 而是仅仅模拟火星的气候条件呢 因为科学家们都很清楚 按照火星现在的环境情况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作物能够在火星表面生存 致命的宇宙辐射 剧毒的土壤和尘埃 干枯且没有养分的土地 这一切的环境条件对于生物来说 只会是一个炼狱 但是作物在火星如此严苛的气候条件下存活下来 确实已经是难得的成果 而实际上在火星上种植农作物 不仅仅可以为人类达到自己自足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作物释出的气体 会使火星大气的非常重要的补充 在改造火星的前期过程中 这或许就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作物在越来越近似火星的环境条件下存活并开花结果 荷兰科学家团队们就乐观地认为 按照这样的进展 人类有望在30年后为火星成功地种上第一颗种子并收成 这将会是人类改造火星的历史性的时刻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关注探命未知世界 留言与我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了